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旗帜目前,全省的累计已有120个公社中的106个公社达到现境新农村公社标准 120个公社中的30个公社达到新农村示范公社标准 57个示范区州区,这路线将于2023年完成现境新农村公社标准 新农村建设各方面都取得积极可喜的成果 农村地区人民的贫训收入逐年增加 2023年达到6800万越南顿每个人每一年 贫困率下降至0.68% 每公顷种植和水产养殖售获的产品价值达到约1.6亿越南顿每一公顷每一年 比2020年增长1.3倍 6月26日,同内省委宣教部以现场和线上方式 组织召开2024年6月定期报告员会议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范春和主持会议 会上代表们听取了报告员关于两个主题的信息 包括面向商品生产方向发展有机农业和高科技农业 与产品消费市场相关现状和解决方案 越南同内省祖国阵线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2024、2029年任期 会后,各县市直属党委的宣教部、省报告员 根据省报告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终点宣传两个主题 集聚党内的统一社会共识 同时,终点考核今年前六个月各领域宣教工作 建制,中央今年委员会常委 中央城市职贡今年委员会主任 陈友同志 率中央今年工作代表团 看望春路线、春富社、平春二亿的红黄凤和绿夏天 志愿者队伍并赠送礼物 直子之际 该省今年联合会和该省越南今年联合会 在富春社、平春二亿9.2路线 举办了明亮、绿色、清洁、美丽、安全、文明道路 青年项目落成一式 亦全长超过1.4公里 明亮、绿色、清洁、美丽、安全、文明路线项目 是省青年联合会和越南省青年联合会 为迎接越南同南省青年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肯尼亚总统魏廉·鲁托 6月26日撤回了赠税计划 此取是在抗议者冲进会议大楼 并导致致致命暴力之后发生的 鲁托在电视讲话中表示 他不会签署包括赠税在内的财政法案 他说 我定取了肯尼亚人民的意见 他们说他们不想与2024年财政法案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不会签署该法案 鲁托先生发表这一声明的前一天 警察与抗议者在会议和全国各地发生冲突 造成至少23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鲁托先生表示 生命的失去非常令人遗憾 斯里兰凯总统办公室 6月26日表示 该国亦于债权国建署了债务月58亿美元债务重组的协议 该协议由斯里兰卡官员 与由日本、印度和法国共同主持的官方债权人委员会 在巴黎法国签署 该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协议大幅减少了债务 使斯里兰卡能够将资本分配给基本公共服务 并确认为其发展需要提供优惠的资本来源 同日财政部长谢翰·塞马信哈表示 该国正在与中国金出口银行就42亿美元债务重组进行谈判 最近的观众同来省重要电视台的华语新闻报道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